好 欢迎回来 在上一节的进讲班当中 我们结束了整个第一大章 第一节道路部分进讲班的复习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的是第二节 桥梁部分 现在我们说的城市桥梁工程 在整个二件事件乃至于一件事件的事件当中 占有的分值是最高的 无论选择题还是按理题 尤其是按理题考桥梁考的最多 在技术部分 桥梁是排名第一的章节 它往往五道案例 一件五道案例 里面会有两道三道的桥梁 而我们的这部分二件四道案例 往往也会有两道案例考桥梁 所以这样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因此我们这部分的章节的知识点 也会比较多 相应来说我们的复习时间 就要相应延长 这样才要翔略得到 首先我们从第一幕 城市桥梁机构形式及通用施工技术 开始我们的复习 第一条 城市桥梁机构组成于类型 我们看教材上的汉字一 桥梁基本组成于常用术语这里 我们直接看汉字括括 桥梁的基本组成 这一部分从19年开始改起 一直到现在20年 就没有再动了 因为19年的改动非常好 它把我们以往实行了几年 在建造式教材当中的那个教法 什么五大部件 五小部件 从19年删了 改成我们现在的上部机构 下部机构 这种改动当然是好的 公路桥梁专业 和我们现在的城市桥梁专业 这一部分的教法应该相统一 因为它有很多相近的地方 那公路一直叫上部 下部结构这样的一个分法 只有我们城市桥梁这一部分呢 建造师的编维给它写成了什么 五大部件 五小部件 我们不客气的说 各大专院校的教材 各种文献 文摘杂志 五大部件 五小部件的教法 我没看过 我只在建造师的教材当中 看过这种教法 当然也注意到了我们的呼声 终于从19版的教材 把这个五大部件删了 现在变成我们 包括20年也延续下来的这种教法 非常好 为什么呢 这是比较统一的教法 教的比较多 那么这种分法呢 而且也很清晰 那么有了这样的一种分法之后 它考选择题就方便多了 所以这部分不会考案例啊 但是我们把它按照选择题的 这个要点给它记下来 至少知道这样的分法 是严谨的 首先我们说的这个上部结构 哪一个是上部结构呢 实际上和我们的公路桥涵也一样 我们以支座为分水岭 这个支座下面的是下部结构 上面的呢 就是上部结构 教材当中直接告诉你上部结构 就是支座上面的桥跨 对吧 换言之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上部粮板 重粮 主粮的部分 它是桥跨 这个桥跨的名词就是上部结构 那么它的这样的概念也很好理解 桥跨桥跨嘛 就是跨越障碍的 这些山河湖海路线 对吧 跨越我们的道路 所以我们这个线路跨越障碍 江河山谷或其他的线路等等 这个结构就是桥跨结构 那么我们这个解释的目的是告诉你 可以考单选 它把这个提干放在我们选择题的提干里 这句话放在选择题的提干 单选题问你 这是什么结构 跨越这些障碍的是什么结构 桥跨 这一份你就拿到 下面我们说这个支座以下的 这就是下部结构 下部结构有哪一些呢 可以考多选 蹲 台 基础 考多选题 然后还能纵身处去考单选 啥是个桥顿呢 我们也都知道 中间的是桥顿 它指的是和中或岸上支撑桥跨结构的一个结构物 桥跨是跨越障碍 那支撑桥跨的呢 那么这部分呢 中间的就是桥顿 两边的就是桥台 所以这个桥台是设在桥台的 这部分的概念就是桥的两端嘛 中间的叫桥梁蹲住 那两边的就是桥台 那么它的作用 一部分与路低相接 这部分我们在道路部分曾经提到过这句话 在道路部分的低节低幕 我们就说了 这个桥台啊 实际上就起到了我们那一幕所说的挡土墙那个概念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一边与路相接的时候 它就挡着土 防止路低滑塌 这是一个作用是吧 但它还有一个作用 它另外一边又连着桥 所以它的肩膀上又要扛受我们的桥梁鹤在 因此 另外一边又织成桥跨机构的端部 所以我们说呢 这个桥台有这两大作用 它把这部分的语言作为选择体的体干 问题是哪一部分 指导是桥台 这样的人考单选 那么我们的下部机构 从都选题的命题思路上来说 一二蹲台咱们讲清楚了 这往下呢 是蹲台基础 同学们明白啊 上部机构的行车行人的贺载 往下船 到了桥蹲 到了桥台 再往下是什么 是蹲台基础 所以我们这部分的基础是保证桥梁 蹲台安全 关键是把贺载 传到哪儿 传到地基的结构 管你是路还是桥 还是你房间专业盖房子 最后的贺载都得落入 大地母亲的怀抱 它并不是说有了一个基础 桥就稳了 而是个基础 得扎实的 把贺载传递到地基之上 它得扎实的处在地基土之上 有了地基土这个存在 整个桥梁结构才是稳定的安全 所以最后我们这个贺载传递的 它的一个着力点 它的一个落脚处 是传到了地基才对 蹲台基础并不是最终的受力结构 它实际上还是一个传递结构 理解这样的一个原理就可以 到这儿我们教材原本的下部结构 就全部讲完了 有的学生就问过我 就在去年的一线面售的时候就问过我 那是桥老师不对啊 我想问问你 那个横梁盖梁是上部结构还是下部结构 包括我们还要说成台 那么成台是上部结构还是下部结构 不用说 如果有盖梁的话 我们这个支桌是安装在盖梁上的 说明盖梁在支桌下面 所以盖梁肯定是下部结构 盖梁都是下部结构的 再往下的成台当然是下部结构 有的同学说 那郭老师教材写错了不是 一线教材也跟它一模一样啊 下部结构何止之三个 那就说明它漏啊 它少啊 那么那郭老师考虑选题的时候 如果选项当中有成台 如果选项当中有盖梁 他问下部结构有哪一些 我们盖梁和成台选不选的 当然选 这是一个不真的事实 成台和盖梁当然属于下部结构 属于啊 选择定调选 那有同学说那教材不写错了吗 那写的少啊 也没有问题 教材的考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教材没有错 为什么呢 因为并不是每一座桥梁都有盖梁 并不是每一座桥梁都有成台的 同学们呢 要能理解这样的一个原理 那么我们在后续讲到盖梁这些部分的时候呢 我们再去解释它 我们现在先开个头 注意啊 一般来说我们的预制梁 也就是梁我们在梁场把它做出来 它的刚度啊相对比较小 抵抗变形的能力比较差 所以它在上桥 因为这是装配式的桥梁 梁我已经做好了 然后我们现场调装 我们一般都要把它装在盖梁上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预制梁的刚度比较小 需要盖梁来承托 可是我们现交的大香梁 现交香梁 它的刚度就比较大 所以它往往不需要盖梁 我们这个香梁主梁底下 就直接是桥梁的顿座 没有盖梁的 所以它有的桥没有盖梁完 所以它就没有把它统一写在下部结构里 但是桥都有顿台和技术 那它就写统一的部分 成台也一样 这个成台是一个钢筋混凝土的平台 这个成台下面有若干根桩 有的一个成台下面有几根 有的甚至有十几根 它在桩顶的部位 设置这样的钢筋混凝土的平台 是干什么用的呢 首先成台也是一个传立结构 这个贺载啊 它往下传是吧 然后传来到我们的墩柱 墩柱往下传到成台 成台往下传到桩 所以成台呢 往往是在桩顶的部位 它也是个传立结构 但有的同学说 那我为什么要有个成台 一般来说都是群桩基础 它的桩啊不止一根 那么这个桥墩下面的桩不止一根 我在中间加了一个联系层 加了这样的一个成台 它除了传立以外 还起到了一个分配贺载的作用 比如说这个成台下面有四根桩 当我们这个成台承受到了 由我们的敦柱传下来的贺载之后 这个成台一看它底下有四根桩 然后把这个贺载 均匀分配给这四根桩 使每根桩的受力均匀合理 它这一分配就避免了集中受力 它均匀分布 所以成台又有这样的一个作用 可是如果这一个敦柱下面 就这么一根桩 单桩受力 是个大直径的贯柱桩 这个敦柱下面就这么一根桩 那它还要什么成台呢 那就不需要成台了 它只有群桩基础 它下面才需要成台 所以我们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 也不是每个桥都有成台的 因此我们的下部结构就这三个 去年金奖班我还没有说得这么细 但是有同学问了 我要把它更新在我们今年的讲义当中 提醒大家 它不是每个桥梁都有的 它就没有在教材上写 可是选项你要选 而我们教材没写也没错 那么这里呢 我们就看看这样的一个 设计的图片 加深一下印象 首先 我们桥梁两端的 和路地相接的 这不是就是桥台吗 旁边的锥形互坡防止重刷是吧 这是桥台 然后呢上部结构呢 这就是桥跨 桥台是属于我们的下部结构的 然后在上下部结构之间呢 就是支座 对吧 我们说支座的下面呢 是下部结构 那上面的呢 就是上部结构 我们再换个角度去看 也是一样的一个道理 我们还是能够看到 云路地相接的桥台部分 旁边还是坠 防冲上 这样下部结构 但是这两边的两端的是桥台 那中间的呢 桥梁敦重 这是桥敦吗 是吧 这都属于下部结构 而这就是典型的桥跨 那么就是上部结构 桥跨和我们这部的桥敦之间 它这就有个概量 注意啊 我们的上部结构啊 是重量啊 当然概量是横量 这个概量就属于下部结构 没有问题 但不是每个桥都有概量的 这是要求同学们 你要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 那么往往是我们的预制两板 预制两板 它就有概量的沉托 那么这部的概量 当然是属于下部结构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示意图呢 就能把我们刚刚的表述呢 完整的表述出来 你看啊 这是支座的位置 这是支座的位置 我以支座为分子领 画这么一条线 我们说了这个支座以上 上部结构 也就是说我们的桥跨 当然同学们明白啊 主量两板 桥跨属于上部结构 但是我们构造横铺的 这个桥面铺装 它属于我们现在教材 所说的附属系统 也是我们老教材 所说的五小部分 做防水 钢筋混凝土的面层 它可不属于上部结构 桥面铺装 这是属于附属系统 好 那么我们这部分呢 理解了整个承载结构 这才是桥跨 才是上部结构啊 然后这个支座以下呢 我们这个支座 安装在这个横梁 也就是盖梁上 这个盖梁当然属于下部结构 这个盖梁把贺载再往下传 传给桥梁蹲住 下部结构 桥梁蹲住 传给成台 好 成台在我们这里出现了 当然它是下部结构 但它的作用 除了传递贺载以外 还有均匀分布的 这样一个作用 它在分配贺载 果不其然 成台下面 我这里画的四根桩 它底下都是若干根桩 如果我们这部分 单桩端住 一个蹲住下面 就一根桩的话 那它就不用成台了 理解这样的原理 这就可以 我们一起来做做 2018年 一建广东海南 补考卷这道单选 设置在桥梁两端 防止路低滑塌 同时对于桥跨机构 起到支撑作用的事 那么好吗 又是在两端的 又有这两大作用 一个是扛着桥 第二个是连着路 典型的指着什么概念 反过来考了个单选 这就是桥台 对吧 所以选择的就是并选项 并不难 这就是出题形式 好 除了上部结构 还有下部结构 这二者之间的传递 传递贺载的结构 单独叫一个制作 切记啊 制作系统独成一体 它是上下部结构的 传递结构 那么既然是上下部 结构的传递设置 它既不属于上部 也不属于下部 切记啊 它是在中间的 这样的一个传递层 它是单独列出来的 第三大系统啊 不属于上部 也不属于下部 是希望同学们要明白的 那么在桥跨 上部结构 与桥敦台之间的 支撑处 下部结构 那么上下之间的 连接处嘛 那么所设置的 传递装置 对吧 这个传递装置 这句话给你了 反过来也能考个单选 制作是吧 它呢不仅要传递 很大的贺载 那么就知道 它是个传递装置 也就是说 它要把上部结构的力 往下传给我们的下部结构 所以它当然要传递后载 这个没问题 但是它除了这个作用以外 还能考多选 还要这么办 它不光要会传递 而且它还要能够适应变位 保证我们的桥跨 也就是上部结构 能产生一定的变位 啥意思 也就是我们上下部结构 之间的连接 不能是刚性连接 刚性连接 你传递的过程当中 首先传递不畅 第二个容易在连接处裂 容易开裂 所以我们一定要是什么呢 是要有弹性的连接 这个弹性就代表了 赫在往下了 传递的时候 我们的制作会发生一定的变形 它等于把上部桥跨之后的 这个变位吸收掉了以后 保证我们上部桥跨的 稳定和安全 所以它是要有变位的 你要是刚性连接 它不能变位 它的硬力无法顺畅的释放 那就可能造成本体开裂 因此我们这部分一定要明白 它是这样的一个弹性结构 它要有变位的能力 那么这两个词可以靠多选 那么我们从这个桥上就能看到 它没有概量 左边的这个图没有概量 上部的两板 接下来通过制作 连的就直接是蹲住 没有概量的 我们说了现胶的 它刚度比较大 它就不需要概量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制作就安在桥墩上面 但无论怎么样 它仍然要传递客人 适应变位 这个特写图呢 给同学们看一个典型的机构 实际上我们常常说的 这是两块钢板里面 夹着一块印象胶 你看它的橡胶层 就是有弹性的结构 所以常常呢 有概量安装在概量上 没有概量呢 就安装在蹲顶 制作的电石上 那就安排这样 安装在我们这个蹲顶的位置 这都是有 当然了 安装在我们的概量上呢 这就是概量 我们横量的部位 这上面交注的呢 是制作的电石 有概量制作 就安装在概量的电石上 同学们能够明白 这样一个道理 是可以 常见的这样一个 概量的结构 那么从我们 整个的这个原理上来看呢 我们先对于制作 有个简单的了解 因为从19年开始 我们的制作 独成一体 在我们的第一幕当中啊 它有专门的一条 去讲制作的 所以我们这里不用展开 后面的制作 还是一个专题 这里你只要能够了解 它是一个相应的概念 能考选择题就行 然后我们这部分呢 还有第四大系统 第四大部分 叫做附属设施 来自于老教材的 所谓的五小部分 所以这一下子 就把我们的桥梁结构呢 我们把它分解的 精卫分明 有上部结构 下部结构 二者之间的 联系的传立装置 制作 第四个叫附属设施 这四大部分是并列的啊 并列关系 共同组成了整个桥梁 所以我们刚刚说的 桥面铺装 又叫个行车道的铺装 防御层啊 包括我们钢筋荷金土的面层啊 这部分的桥面铺装 是属于附属设施 注意 它可不属于桥跨 不属于上部结构啊 下面 排水 防水系统 有水要给它排掉 下面有栏杆 防撞护栏嘛 还有伸缩缝 包括这个伸缩缝啊 也是从19年开始呢 我们的教材当中 有单独的一条去讲伸缩缩 适应变形 防止桥面开裂的 然后还有灯光照明 夜间行车呢 要注意安全 要有照明 要有一定的能见度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啊 现场就这么干 实际上我们现场主量 两板试做完成了以后呢 就要试做防水层 防水层做完了 在它的上面 再去试做钢筋混凝土的面层 也就是作为行车道的面层 那么后续的很多设置 以及施工的技术要求啊 和我们城镇道路面层的施工 非常相似 因为你这个桥面上也要跑车嘛 一样的一个道理啊 原理呢 明白了以后呢 我们就不再一意追溯了 下面呢 我们当然还有防排水系统 对吧 你要有排水管子 有水呢 要给它排掉 而后那我们有栏杆 对吧 没问题 而且呢 还有有照明 这部分呢 我们通过这部分附属设施 有个感情的认识就可以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汉字括括三 相关常用术语 感觉一件二件以来 这一部分的内容 我图都没换过 讲了好多年了 因为我这个图呢 还是比较钟爱的 它非常贴切的 能够描述教材相应的内容 但是我还是要叮嘱一句 这一部分我在这一讲呢 把它过一遍 就复习这一次就够了 因为要考也就是选择题 不算是热点 安利提不可能有的 所以同学们有个基本概念 就够了 第一个我们说 什么是近跨境呢 相邻的两个桥墩 或桥台之间的近距 我们通过这个图啊 就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这是两个相邻的桥墩 它的内侧 换言之 这两个相邻的桥墩 挨在最近的两个侧面 它之间的距离 这叫个近跨境 那么我们考试的时候 怎么考单选呢 它把后面这句解释给你 数语型的单选题啊 这种是概念 解释型的单选题 它把这个后面就给你 问你是什么意思 是近跨境还是计算跨境 你相邻的两个桥墩之间的近距 当然就是近跨境 我们能看到 这就是相邻的两个桥墩 挨在最近的两个内侧面 是吧 这两个侧面之间的距离 就叫个近跨境 有跨境 马上我们马上对比的是 计算跨境 什么是计算跨境呢 具有支座桥梁 指的是桥跨相邻 两个支座中心之间的距离 明显我们就看到这个图当中 计算跨境算的肯定比近跨境要大 因为它不仅代表着 两个相邻敦柱之间的近距 而且把中心的距离也算上了 你看 这就是两个相邻的中心之间的距离 这就叫个计算跨境 掌握这个关键词就可以 计算跨境了 所以它的值肯定要大一点 然后呢 这个拱轴线 要求同学们明白 这是拱圈 然后拱圈各截面行星点的连线 这就是拱轴线 了解了这个就可以 所以我们这里也画在这里了 这就是我们说常见的拱圈而拱内 这上面是拱顶 下面是拱角 这个位置同学们能够了解 这就行了 那么拱轴线这样的概念 给你 你能选择出来就行 下面第四个 桥高 这边的桥高呢 指的是桥面 从哪呢 这就是我们桥面的位置 桥面的位置 这就是我们桥面的位置 然后呢 于低水位看好 起点和中点你一定要记住 这部分是能处单元的地方 那这里我们写的是低水位 那么于低水位之间 是桥面 于低水位之间 这部分的高差 那么这部分是跨水的桥 那如果是跨线桥呢 那我们城镇道路有的时候跨的是道路 所以那它就是从桥面 这部分的起点没变 于桥下线路的路面之间 这就变成终点了 之间的距离 要是跨水的桥呢 就是于低水位之间的距离 简称桥高 这就是 这一节的高差 就是你桥高 同学们看到这个名词呢 可以把后半句给你 问你这是什么呀 单选的桥梁高度 或者把桥梁高度给你 问你是从哪到哪的高差 起点终点记住就行 下面双括号五 桥下近空高度 注意啊 它的起点终点就出现了变化 首先它是从设计洪水位 或计算通航水位 或桥下线路的路边 那么就像我们这个图一样 这个时候它不再是低水位了 它是算到通航水位 或者是设计洪水位 然后算到哪呢 算到桥跨机构的最下缘 也就是算到桥跨机构最下缘这个位置 不是算到桥面了 这就说明和桥高 它完全起点终点都不一样 那么为什么我们桥下的近空高度 起点终点变成了通航水位 到我们的桥跨机构最下缘呢 特别好理解 它所谓的地下近空高度 就是能够让船开过去 既然它要考察这个船 能不能开过去 你船肯定是从通航水位上走 也就是这个水位恢复了通航水平了 你这个船才赶上去 所以从通航水位它开船 然后经过这个桥的时候 一定要算 这个船能不能过得去 就是看这个船 与桥跨的最下缘 有没有寡秤 它不会算到桥面的 因为与你这个桥面都碰到的话 那它的实际上最下缘早就碰到了 你肯定过不去 现在要让这个船过去的话 一定是看这个船上面的最高点 能不能比我们桥跨的最下缘低 那它就过去了嘛 所以这个近空高度 当然是从桥跨最下缘 算到通航水位 这是第一个 实际上它还有一个起点 就是算到四季洪水位 也对 它要去看我们洪水来的时候 我们整个桥梁 整个跨一跨之间呢 它的一个近空高度 能不能让洪水 安全平稳的渡过 这个洪水位等于我们的水位 转过来了是吧 那你这个转过来的时候呢 能不能是从桥跨下面呢 给它卸过去 如果它已经比我们桥跨 结构的最下缘要高了 那就说洪水会打到这个桥面上 那就影响桥面的形成安全了 所以它要看它的卸洪能力 也就是说 它要考虑到 设计洪水位开始算 看它能不能正常的呢 洪水从我们的桥跨底下转过去 理解这样的原理 这就可以 其他的我们不再一一最受 第六个 建筑高度 注意可不是桥高 这里的建筑高度 每一年我都是一样的台词 实际上就是桥梁 你到底做了有多厚 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你看啊 桥上行车路面 或者是鬼顶 那么我们有的是铁路桥 那么这部分呢 我们公路桥 那么行车路面 铁路桥就鬼顶 这部分的标高开始算 一直算到哪呢 也是算到 也就是说 从我们这方行车路面呢 这个标高 一直算到桥跨机构 最下原的距离 这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建筑高度 这话也对 这个桥有多高呢 实际上是我们的桥面 跟低水位的高差 但是我们实际上 这是桥梁的高度 可是我们实际上 在建筑行为 建造行为的过程当中 这个桥的建筑高度 有多高呢 也就是说我到底 钢筋混凝土的活 我做了多少呢 实际上 类似就是一个桥厚 一个厚度的概念 因为它就是 从我们行车路面 算到桥跨结构的最下原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整个主粮两板 包括我们上部的面层 也只有我们这一块 是真的在建筑 真的在进行建造行为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建筑高度 那么你有这样的厚度的概念 就会加深它的影响 我们单元就能选出来 是建筑高度 你实际上刚才混凝土的活 你也就做了这么多 理解这个原理就行 也就做了建筑高度这么多 下面双货号七 还有一个容许建筑高度 我们把它放在一页 就是因为它们两个相有 可能要对比呀 可能要联系这个概念 我把它放在一页当中 这里是要对比 公路或铁路定线当中 所确定的桥面 或者是轨顶的标高 一直给我到通航进空顶部标高之长 这叫个容许建筑高度 啥意思呢 我们有个图呢 画在这个旁边了 你看啊 它就是从我们的桥面 和轨顶的标高开始算起 这部分和我们的建筑高度 它的这部分的起点没有差异 但是容许建筑高度啊 它的中点不一样 它给我算到哪呢 算到这 它可不是算到什么 桥化结构的最下颜 它算到的是通航进空顶部的标高 这里我们还形象的画了一个船 这个船坡上有维感 我用它来指代船上的最高点 也就是说 我只要船上的最高点能过得去 我这个船就能够安全平稳的通过这个桥 有的情况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啊 武汉的我们的一个大桥上 旁边有九江大桥上 就碰到了有一个桥 被这个船只通行过时 这个船过不去 把这个桥撞塌的时候 碰到过啊 所以它必须要算一个什么呢 从我们的桥面或柜顶标高 算到我们通航进空顶部标高 这个顶部我们讲一个大白话 也就是船上的最高点 从我们的桥面算到船上的最高点 这之间的高差就叫个容许建筑高度 为什么叫这个名 同学们想啊 实际上我们的建筑高度给了我们一个概念 从我们这部分的行车路面 一直算到桥跨的结构的最下颜 这是建筑高度 但是容许建筑高度也就是说 允许你建筑高度达到多高 再翻译一下 允许你把这个桥干多厚 干多厚呢 你再厚再厚 也就是厚到我们通航进空顶部的那个位置 也就是说这个厚度 是我们建筑高度的最大值 这叫容许建筑高度 不能比它再大了 因为如果建筑高度比它再大再厚的话 它再往下延伸 我们桥跨机构的最下颜 就会比我们通航进空的顶部要低 那么我们整个船舶的最高点就过不去了 对吧 你要让我们船舶过得去就是最高点 不和我们桥跨机构的最下颜碰差 所以你的整个桥梁建筑高度最高是这么高 最厚是这么厚 因为这个时候是零界值 因为这个时候呢 你桥跨最下颜已经建到了 通航进空顶部标高这个位置 你再往下建 再厚一点那么很明显就会影响我们船只的通行 就这么一个道理 所以我们这部分的建筑高度又加了个容许 也就是说它要保证我们船只通行的一个最大厚重 最大建筑高度 这叫个容许值 明白了这样的原理就可以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双括号8 近石高 没考过啊 但是这个为了以防外衣 这个概念我们给它带一遍 注意也就是一道选择题的量 近石高指的是什么呢 从拱顶截面的下缘 哪呢 这是拱顶 那么拱顶截面的下缘呢 就是这个位置 是下缘嘛 一字算到哪呢 算了两个相邻 两拱角截面下缘 都是从线面下缘 最低点之连线的垂直距离 那么这是拱角的位置 这两拱角 它的截面的下缘最低点在这呢 它最低点在这 最低点把它连成一条线 它的垂直距离 这叫一个近石高 那么有近石高 马上来对比 我们有意义把它放在一页 还有计算石高 那它的起点和中点都不一样 它不是从拱顶截面下缘 计算石高 是从拱顶截面的行星位置 哪呢 在这 说明这个行星位置 在这个中间的位置 它比我们整个近石高的这个起点 要高一点 是从行星开始算 算到相邻两拱角截面 也是算到相邻两拱角截面 但是不是最低点 是两拱角截面的行星 两拱角截面的行星的连线 也就是这条橙黄线 行星之间的连线 那么它的垂直距离 叫个计算石高 也就是说 我们把它简化一下 下缘到最低点连线的垂直距离 是近石高 行星到行星连线的垂直距离 是计算石高 你能够分辨 这单元体一分就拿到 然后带着这个思路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计算石高 你既然知道它的概念了 这是计算石高 做分子 然后和我们刚刚才讲的 这个计算跨境 它也是两中心之间的距离 是吧 两相邻之座的中心之间的距离 是计算跨境 那么它二者之笔 把它称之为公时度 又叫个十跨比 也就是这么一分的单元性 所以从我这个上面来说呢 我们明白了 计算石高 我们刚刚说了 作为分子 然后除以什么呢 除以这个计算跨境 对吧 也是两相邻的行星之间的近距 那么这部分呢 是计算跨境 作为分母 除在一起就是十跨境 好 接下来双括十二总跨境 注意啊 跳过去的地方不是漏了 是不推荐 我们的进展班 没有说要连号啊 我们只是依据我们20年的考试形式 我们当然跟19版的讲义 会有不同程度的删改 所以我们跳过去的号代表不推荐 双括十二总跨境 我们这里要明白 总跨境是多孔桥梁当中 各孔什么之和 切记考单选 总跨境是各孔 净跨境之和 注意啊 是净跨境加净跨境加净跨境 不是计算跨境之和啊 注意干扰相 下面呢 还有桥梁圈长 这个桥购我知道了 桥长有多长呢 从哪里来算呢 是桥梁两端 两个桥台的 侧墙或八字墙 后端点之间的距离 也就是我们这部分 这不是桥台吗 那么后端点 另外一侧的桥台 后端点之间的距离 对吧 也就是墙后端点之间的距离 那也就是说侧墙 或八字墙后端点之间的距离吗 所以我们都是墙后端点 这部分的距离 整个这就是桥长 单选题 你能够选择出来就行 接下来我们看 配套的模拟单选 桥梁高度呢 简称为桥高 那么这个时候指的是 桥面与什么之间的高差 就靠起点终点 桥梁高度 是算到低水位 所以我们这里选的是C 教材渊温 然后再来换一题 多选啊 桥下进空高度 是从什么 算到桥跨机后 追下温 它就靠这个位置 教材渊温嘛 就看洪水能不能过得去 从四季洪水温算 还有呢就算这个船 能不能过得去 就是从计算通航水位上 它可不是什么低水位 什么蓄水位都不错了 所以我们这部分干扰相不选 这题选的是AB 解析呢咱就不读了 好下来我看汉字二 桥梁的主要类型 也一样 一件二件教材在这里啊 文字是一模一样 但它最多是一道选择题 也算不上热点 大概隔三差五的考这么一次 但不管怎么说 按照我们金奖办的要求来说 我们按考纲 只要是考点 我们要给它带到 所以它不是按例题 也是选择题 我们同学们理解记忆就行 第一种分法呢 是按受力特点分 这部分呢 在力学上呢 我们可以把它分为 梁 拱 悬吊式 这三种是基本体系 但是也有这些体系之间的各种组合 都算是受力特点分的 首先我们来看教材上的原文 第一种 梁式桥 它是在这种树像贺载下 你比如说我们行车贺载过来 一旦受到轴带作用 那这就是树像贺载了 是吧 注意我们这部分的受力特点 无水平反力的结构 你可以看到制作处 对吧 明显它只有树像的反力 没有水平力嘛 它没有化水平力 所以我们一旦看到这个标签 无水平反力的结构 单选题我们选梁式桥 与同样跨境的其他结构体系相比 梁内产生的弯矩 注意 最大 它也可以问你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如果说梁式桥产生的弯矩小 或者它的弯矩不算最大 都错了 这种说法都错了 它最大的就是梁式桥 所以也能考的单选 弯矩最大的是谁 梁式桥 也就是说我们这部分的梁内产生的弯矩是最大的 了解这样的一个原理 这是它的树的特点 不是最小 是最大 这就是我们其他典型的 而我们画出来还是一个典型的简直梁桥 接下来呢 我们实物图当中也很常见啊 这种梁式桥 这我们也能看到啊 上部重梁 主梁的桥化部分 那横梁 就是我们这部分有盖梁 下面的桥梁敦注 整个这部分呢 在我们盖梁盖梁之间 形成这样的一个梁式桥的体系 接下来有拱桥 那么这个拱桥的主要沉重结构是什么呢 单选题 拱圈和拱类 这就是它的主要沉重结构 是吧 那么拱桥和拱类 我们之前呢 已经通过示意图画出来 就知道这是拱桥 然后桥端和桥台呢 承受什么呢 对 它是要承受水平推力的 明显 受力分析图当中 我们就看到了水平推力 但拱桥的沉重结构呢 以受什么力为主啊 这就是拱桥的沉重结构 因为沉重结构 它说的是拱签和拱类嘛 这部分沉重结构主要是什么呢 当然主要是受压 考单元题 所以既然它以受压为主 那么建造的时候 我们当然是会选择 扛压能力强的武功材料 哪些材料扛压强度高呢 钻 石 混泥土 或者是钢混 目的呢 就是来扛压 因为它主要受压 那么这就是常见的拱桥 我们实物图有个感性的认识 可以 接下来第三个呢 钢架桥 这部分的钢架桥呢 它的主要沉重结构 也是好选择提的地方 是凉货板 也就是上面这一块凉货板 然后和什么呢 和立柱 或者是什么呢 或者是撤墙 树墙 这两大块组成了钢架 这个整体的结合成钢架结构 这就是钢架结构 对吧 凉货板 或者是和我们这部分的树墙和立柱 那么这部分的结合 好选择 凉板和凉石墙很像的 当然主要是15万 因此我们看到一句话的标签 我们就选钢架桥 什么标签呢 它的受历 基于梁桥和拱桥之间 我们就选钢架桥 你看它也受压 它也有水平推理 所以它是在两孔之间 那么这里呢 就是典型的钢架桥的结构 下面第四个 悬索桥 悬索桥 悬索桥嘛 它的名字里面是带出来了 谁是主要沉重结构呢 注意啊 是悬索 它等于呢 通过我们这部分的悬索呢 把我们的桥面给它拉着 所以它是一个主要的沉重结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以较小的建筑高度 经济合理的修建大跨度桥 所以我们说选索桥 容易修建大跨度 而且它的建筑高度又比较小 什么是建筑高度 我们刚刚才解释 所以我们把它放到一讲当中了 同学们看到这些名词 不再陌生 融会贯通了 也就是我们桥面面板 不那么厚 是吧 我们桥面板不那么厚 建筑高度比较小 而且它的跨度能做得很大 这是它的特点 所以小的建筑高度 大的跨度 看到了以后 我们就选索桥 但是它也有它相应的一个问题 正是因为建筑高度小 也就是说我们面板不那么厚 对吧 我们两板的薄一点 这个时候它的整个机构 自重就轻 因为建筑高度小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 既然自重是轻的 这风一吹啊 它就晃悠 刚度差 就是抵抗变形的能力差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常常都举这样的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很多东西去旅游啊 应该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比如说山区的 这部分的景区 那么自己在山区的时候啊 常常在通过峡谷的时候 我们有这种啊 选索的吊桥 那么有些游客呢 为了增加刺激 它在这个桥上蹦啊 晃啊 那整个桥面呢 它的摇晃就特别厉害 也就是说一个游客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就引起了这么大的变形 桥上的游客惊叫连连是吧 就这么一个道理 因为它的刚度差 所以他说车辆的贺载和风贺载的作用下 有较大的变形和震动啊 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 切身体会 在旅游的时候看到这个选手的吊桥 都有这样的一个深刻的印象 就是因为它变形大 来源于它刚度差的问题 同学们也不用背 你想它建筑高度就小嘛 等于我们这部分的 主粮部分呢 就做的比较薄 那么这个时候自重是轻了 可是刚度差 好我们这部分呢 能够常常看到 选手桥的一个典型结构 那么当然了 上部桥块 下部结构 我们有选手 好接下来 我们有组合体系桥 这部分呢 我们看教材上的原文 组合体系桥啊 它举了一些实际的例子 我们也去 根据教材上的原文 给它配示一图 有连续钢构桥 这个所谓的连续钢构啊 实际上它是要由梁 和钢构 相结合而成的 那么就有梁 也有钢构嘛 所以它就是组合体系 这叫个连续钢构 然后呢 还有梁拱组合体系 对呀 有梁吧 它下面有拱嘛 所以我们说 这是梁拱的组合体系 以及我们所说的呢 斜拉桥 那么典型的 我们也能看到斜拉桥的 这种形式 我们接下来呢 就一起来 拿2019年 我们二届 市政专业的这道多选题 一起来练一练 根据受力特点 桥梁可以分为什么 就好标题了 这就是送分 所以我们说 有的同学反映 哎呀 这个19年二届又难了 那案例是有点难 但是你为了及格 简单的分数 你现在才能拿满 保证你及格没有问题 梁拱 根据受力特点 公 是的 选索 是的 组合体系桥 都是标题嘛 没有人选运营利和领土桥 因为这是根据材料分的 我们的提材是根据受力特点分的 所以我们要选的是A,B,D 这是运气好啊 因为我们不是有了这题 我们才把这个考点加进来 我们这个考点每年都有 那么19年是运气好 等到这题考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不瞎吹牛啊 别说我们这部分的 进行班的讲义 每一年都和考试题目一模一样 不太现实 我们只能大网撒重点状 那么我这部分的这个答案没有错 选A,B,D,E 教材的原文 C是按材料分的 我们就不再一个的去说了 我们说是按照 主要承重机构所用的材料分 就文不对题你就不能选 好我们再用15年这道单选题 来练一练 我们再来练一练 承重机构以受压为主的 我们刚刚才说了 承重机构哪一种是受压为主啊 拱圈拱内受压为主 那就是拱之桥 这是教材的原文 注意啊 梁还有钢架的上部的梁板 都是15万 尤其这个钢架桥 它是介于梁拱之间的 那么特点最明显以受压为主 当然选拱之桥 所以我们这部分呢选择是B选项啊 按个B 好下来汉字库库二 其他的分类方式 双库一 按照桥梁多孔总长 就是多孔跨境的总长 或单孔跨境的长度 我们把它分为特大桥 大桥 中桥和小桥 那就是说什么呢 等于是按照长度来分配 这部分呢 我们考过 19年刚考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部分的数字啊 多孔跨境的总长 在1000米以上 单孔跨境的长度 在150米以上 这叫做特大桥 而它总长 在100米到1000米 这个范围内的 注意这个等于号啊 等于号就取在 大桥的这个位置啊 等于1000米 等于100米 也属于大桥 然后这个单孔跨境呢 在40米到150米之间的 也属于大桥 我们说选择题的命题 很喜欢考临界点 你要注意 然后呢 在我们的总长 30米到100米之间 属于中桥 那正好等于100米是大桥啊 再说一遍 然后我们这份的单孔跨境呢 在20米到40米之间的 那属于中桥 总长呢 是在8米到30米之间的 是小桥 单孔跨境呢 是在5米到2米之间的 是小桥 那么这部分呢 触题很好办 给你一个数目就行了 19年二建刚考过 所以这部分 它告诉你多桥跨境 这部分的总长 是500米的桥梁 属于什么 500米在100米到1000米之间 所以 它就属于什么桥 100到1000米之间 属于大桥 因为特大桥 是1000米以上的 所以我们这部分选的 当然是B选择 答案就是B 接下来我们看双框 还有其他的分法 刚刚是按长度分 它还可以按用途分 那么按用途分的话呢 那就看是公路桥 还是给你走火车的铁路桥 还是工铁两用桥 还是农用桥 还是给你人走的 人行桥 还是用水桥 就是渡潮嘛 还有其他的专用桥 比如说我们通过管路 电缆的 对吧 专门的 整个就给你过管路的 它不是走人的 那么就是根据用途分的嘛 那不同的这个用途 那么这里我们明白了以后 按用途分以后呢 还有下面的分法 比较次要的我们都挑过去 不推荐 但是我们要看 按上部结构的行车道的位置分 我们又可以分为上程式 你看行车道 在这个拱的上面 在这个拱圈的上面 这就是上程式 然后呢 这就是桥面结构 布置在主要承重结构之上 是吧 还有呢 下程式小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行车路面 这行车道 是在这个拱圈的下面 这就是下程式 还有在中间的 那么这个就是呢 中程式小 理解这样的一种分法就可以 我们用14年 我们二件的这套单选 一起来练一练 下列 桥梁类型当中 属于按用途分类的事 我们这个拱桥啊 钢架桥是按受力特点分的 特长桥呢 是按长度分的 对吧 对不对 只有人形桥 走人的是按用途分 所以我选择是B 这部分呢 本身出题不是那么特别平衡 所以一件二件讲到这儿 我都用二件这道题 因为14年也就考了这么一道题 能用一用 终于啊 手的云开键认出 我们说了嘛 大王嗓重点刷 从我们现在的形式上来复习 等压题不是明智之举了 到20年来 我们现在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学习 认真扎实地掌握特点 我们把这个考点掌握住了以后 必然能等到它的一个响应 19年算我们运气好 我也一样拿14年二件的题目 给一件的学员去培训的 那么19年一件就考到这个题 而且你能明显看到 命题思路之间的联系 虽然他不是说14年考完了以后 15年简单重复 是隔了到19年才考 但是 这一件和二件之间的联动性非常明显 他连这个足语都没换 14年的答案是人形桥 到了19年的一件 他翻过来 他问你人形桥 是按什么来分类的 他翻过来考分类依据 以前考的少 以前都是按什么分法 问你哪个结果是对的 现在19年一件反过来考 那也一样 因为只要你听课听得熟了 你不用被 爱用途分的 因为他是走人嘛 他不是按什么跨境材料 和人形桥的位置 所以我们这部分选择是A选项 答案是A 这就是市集的联动性 我也在尝试的告诉大家 好不容易能等到这种重复 历年正题今后来 我们也把它抓住 尽量拿满分 就这么一个道理 所以我们这里选择的是A 那么我们至此呢 整个第一大章第二节 第一幕的第一条 我们全部复习清楚 在这里还是忠告各位学员 重复的 简单的你不想看 难的你又不会 那你的分数就很难及格了 随着要求同学们 你一定要踏实 我们要认真的 跟随我们课程的进行学习 那么下一讲呢 我们将接着从第一幕的第二条 后续的支点 开始我们的讲解 好 本讲的内容呢 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